与三星堆的重逢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的人生就像一列开往三星堆历史深处的火车 你说我会不会发现蚊子 你总有我 我总有你 谁也得不开水 我愿意从他们的骄傲 会有一个非常精英的百姓 会像我们 并永远近 这里是金熊猫放映室 用三分钟解读一个好故事 六级考古纪录片《又见三星堆》 伴随式记录了2020至2022年间 三星堆新发现的三到八号坑 发掘 提取 修复 保护的具体过程 而在这背后是无数考古工作者 前仆后继 夜以继日的努力 使得那段璀璨的文明重见天日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位父亲正带着自己初出茅庐的儿子 一点点地传授着自己的记忆 国汉中 一个土生土长的广汉人 从小听着大人们说 咱们这地里埋着宝贝 却没想到自己与那传说中的宝贝 三星堆纠缠了一生 与野鹿子出身的老郭不同 他的儿子郭志诚 是科班出身的考古人 这个暑假 他将和他的父亲一起 参与到三星堆发掘现场的工作 共同发掘这个埋藏了数千年的秘密 我父亲修过比较困难的文物的话 应该算三星堆的青铜神术 早在1990年 郭汉中便与师父着手修复一号青铜神术 历经六年 这件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 呈现在了世人面前惊艳的世界 但在郭汉中心里 始终有一处遗憾 而今 新一轮的发掘 带给了郭汉中极大的期待 他希望在本次发掘中 找到1986年出土的三号青铜神术的缺失部件 修复三星堆文物 对于郭汉中来说 就是一辈子的事 父亲对于三星堆事业的热爱 给郭志成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自幼耳濡目染的他 对于三星堆 是怀揣着敬畏与好奇的 但初次来到考古现场的郭志成 难免还是有些紧张 上阵虚教父子兵 搭虎还得亲兄弟 在纪录片《又检三星堆》中 还有很多考古工作者 和这对父子一样 在这个规律的小土堆里 演绎着一段又一段的精彩故事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国考古人一代又一代的 上下求索默默耕耘 他们叫醒的 不只是过去的辉煌 更是未来的伟必 知来处 明去处 伊礼斜行 成延黄 在华夏 民歌相去 这处遗址 这方热土 这个时代 这个民族的传奇 都未完待续 金属猫奖参品作品 持续推荐中 敬请期待